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一段监控视频的截图了 这一段视频呢已经被贵州省印江县的民警看了无数次了 视频当中有两个女子穿着打扮很时尚 年纪相仿 然后两个人呢边走边聊 虽然不知道两人在聊什么 但是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以及表情 不难看出两个人大概是这个好闺蜜 聊得非常的投缘 那么这两个女的到底是做了什么事 成了当地警方关注的对象呢 这还要从印江县一个水库里发现的一具女尸开始说起 上身是穿一件黑色的T恤 下身是穿蓝色的那个牛战短裤 背带牛战短裤 身上没有能够证明他身份信息的任何质量 染了红色头发 长发 兵器一个头部有个发夹 经法医初步检验 死者是窒息死亡 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 死亡时间在7天以上 虽然无法判断死者是哪里人 但死者身上的一些特征似乎为警方 致命了一些侦察方向 发现是在这个左胸腿 左胸腿这个地方有了一个美国和的纹身 一部大的 发现 刺脚 专门是用手 纹修过的 修过的指甲 它是土的指甲油 并且有花纹的指甲油 民警把走访重点放在了美容美发店 美甲店等服务行业 查找是否有人见过死者 同时负责案发现场勘察的民警发现 死者身上捆绑的空心砖比较特殊 有的行动就给我们提供 他说这种砖 不会是我们贵州的砖 贵州包括我们银江县或者松岛县 这些地方它没有这种规茄的水泥砖 没有这种砖 说明地业形状 在贵州的可能性就不大 有的行动曾经在这个 修山区的时候 在修山 看到这个砖比较多 比较普遍 如果这种型号的空心水泥砖 只在重庆市修山县生产 那么是不是说明犯罪嫌疑人 或者死者在那里出现过 于是专案组立即赶到重庆市修山县 张贴寻人启事展开群众走访 很快一个重要线索浮现了出来 随着县城有个偏偏有个 每一种每一种都在里面 就活着了 那个旅来办根本有个 非常准处的大览 它是这个指甲这个花纹 这就是它顶着的主体 它为什么呢 由这个指甲这个花纹 又是它自己创作的 它说我肯定 应该是在我这个顶着主体 根据店老板的描述 办案民警查找了周边 所有的监控视频 终于发现了死者的身影 酒店的监控视频中 这个拉着行李箱的女子 正是死者 通过查找 和死者同行的女子 是秀山县本地人 警方很快找到了她 这个死者去美容 没发的时候 就捧着了这个 和了同行的这个女子 然后他们就谈到 他有个话题 谈到奶 然后死者就说 他也带一个宾馆去开发 这个女子 那就随便开车 就带了他的这个 酒店去开发 并送了进去 通过酒店监控视频 警方证实了 这个同行的女子的话 两人在一起 只有二十几分钟 随后就分开了 不过 在监控视频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 神秘男子的身影 整个门 这个事件中 就出现了一个 魔神男子 然后这个事件就出来了 那就后来 发生了一个 非常亲密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也在 彼此就是拥抱 就问 就是这个动作 监控视频中 突然出现的陌生男子 和死者的关系很暧昧 然而 却没有人注意到 他是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酒店 民警重新梳理视频 发现了陌生男子的踪迹 他们两个女生 进入这个房间过后 来到一个 魔神的男子 这个魔神男子 就在这里面 这个地方 跪跪地在这里 就这个人 这个白衣服 在这个地方 他有这个 在他们所进入 这个房间里面 还差而停了一下 在停什么东西 他停了里面有象征 我们准备走的时候 他就跑到这里面 就藏着这里面 我们到新街上 我们感觉这个男子 都在 就是说 突然住在阴迹 就在担心 有没有人会看见他 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女生 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房间 他还在那儿看 对 还在这里看 看到和死者 同行的女子离开 这名男子 才出现在了死者面前 种种可疑的行为 立即引起 办案民警的注意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两人一起 多次进出酒店 深夜11点59分 他们手上 拿着购物袋 返回了酒店 然后 这一晚 两人没有再出去 第二天上午10点多 两人离开酒店 下午1点58分 两人返回后 女子换了身衣服 和男子一起退了房 坐上男子开的面包车 一起离开了酒店 通过酒店登记的信息 警方确认死者是贵州尊义的杨丽 37岁 于是警方找到了杨丽的家人 希望他们能够协助警方工作 去辨认尸体 但是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杨丽的家人 不愿意配合警方工作 甚至很抗拒 很反感 因为他们说 杨丽在广州打工 这几天还跟家里的人发信息 她朋友圈每天还在更新 怎么可能出事了 怎么可能死了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死者不是杨丽呢 如果不是杨丽 那死者又会是谁呢 杨丽的家人介绍 杨丽这几年都在广州打工 2016年4月和丈夫离了婚 孩子跟着前夫 杨丽虽然一直在外地 但还是经常会和家人 发信息 联络感情 不过杨丽的家人说 这段时间 他们也曾经给杨丽 拨打过几次电话 始终都没有人接听 为了核实死者是不是杨丽 警方提取了杨丽家人的血液 进行检测 通过施展弟弟 和他父亲 做同样人的尊重 这个杨丽 就是我们所招的这个诗语 直到这时 杨丽的家人 这才相信了 这个惨痛的现实 随即 他们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 说杨丽最近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叫李财富 杨丽像他的一些亲戚 他的父母亲 还有他的兄弟 还有他的朋友 在电话中啊 在微信中啊 都是这样提醒 他刷了一个朋友 重庆的 所以要和这个信仰在一起 要和他生活 要和他结婚 而且这个信仰和这个实在的 母亲也通过电话 杨丽的男朋友是重庆人 这个消息 立即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明请推测 那个出现在监控视频里的陌生男子 很可能就是李财富 实在对这个行政人非常地喜欢 刚刚我们电脑下来 他就是非常喜欢的 不得力 实在和这个行李财富 他认识的意义就是在这个 广东 广东市白云区 一个西九区 成人事 李财富 实在是一个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根据警方了解 杨丽之前打工的租料店 正是李财富和几个朋友 合伙开的店 两个人的故事 就是在那里开始的 杨丽的好友 也向警方证实 杨丽去重庆找李财富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辨认 在酒店出现的陌生男子 正是李财富 杨丽最后乘坐的面包车 也一直是李财富在开 通过侦查 民警发现 6月26号 李财富乘坐大巴车 离开了秀山县 辗转到了杭州 温州等地 7月7号 警方得知 李财富在福建张州落脚 于是立即前往江崎抓获 警察找到我的时候 我肯定知道是什么事 我肯定知道 肯定是出事了 面对证据 这个李财富很快就交代 是自己杀死了杨丽 不过关于和杨丽 谈恋爱这个事 他却矢口否认 李财富说 因为足疗店生意不好 他在今年5月份 就把自己的股份转让出去了 回到了老家重庆秀山县 临走前呢 他跟杨丽还吵了一下 他以为两人关系到这就结束了 但让他没想到过了几天 杨丽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我说你不能回来 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然后他就是不信 他直到是上车了 买了车便上车了 他又跟我打电话 他说我已经出发了 在哪里哪里了 李财富用各种借口 极力阻止杨丽来秀山县 但被感情冲昏头脑的杨丽 一心只想见到爱人 还是踏上了开往秀山县的列车 当时就是反正觉得很害怕 就是说怎么搞成这个一样 当时就这样想的 然后事情真的发生了 过后我就一个经理 就是想到 不要让人知道这个事 家里面有家属 有儿子有女儿 而且上面还有父亲 就是如果他这个事在 所以他这个家庭当中 那么他这个家庭肯定要支离破坠 杨丽一直以为李财富已经离异 他满怀结婚的希望来到秀山县 很快见到了思念已久的李财富 两个人吃饭购物 笑容一直挂在杨丽的脸上 大概就没经过其他的挑逗 就这样的 就发生了关系 然后发生了关系 一步后他就说要跟我回家 要跟我结婚 他说要去 去他家去 在他家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心理人李某 他是怕这个事情白路上 他自己就是说你不能去 他这个地理要去 退房之后的几个小时里 李财富带着杨丽购物游玩 一再用各种借口糖塞着 可始终没有打消杨丽 要去他家的念头 我内心是肯定不可能的事 然后我就找了 找了很多就跟他说不行不行 之前他又打电话 给他妈妈 给他的弟弟 然后我想了想就不对 我说 他是拿他的家人 跟我施加什么压力 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 从内心心情就不怎么好 然后就跟他吵了起来 但是这个实在呢 就心得非常巨烈 吵到最后嘛 就是说 如果我不答应 跟他结婚的话 他就去找我女儿的麻烦 就是说这个钱 人李某就听到 就非常生气 把这个实在 把这个家庭给破裂之后 他所以产生了 李财富心里 早就窝了一团火 他并没有向杨丽说什么 一声不响地站起身 从车后座摸到了一块白布 一下勒住了杨丽的脖颈 几分钟之后 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想的 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经典 就是那个想法 就是说 我要让他想知道 作案之后 李财富想起 他曾经在贵州印江县 路过一个水库 那里偏僻荒凉 人际罕至 于是 他从路边堆砌的砖头中 搬来几块空心砖 开车到水库边 把砖绑在了杨丽的身上 亲眼看着这个 深爱着他的女人 沉入水底 在你逃跑的途中 还用了他的手机 发空的圈 发给他家人发信息 那时候 其实也就是为了 不让他家人知道这个事 不让他家人担心这个问题 就这样 逃跑的一个月里 李财富惶惶不可终日 直到被抓 他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而对于杨丽的这份感情 李财富始终不认可 我有可能喜欢爸爸 肯定不可能的是 李财富一直认为 是杨丽的一厢情愿和偏执 才导致了案件的发生 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是不是也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面对杨丽的深情 李财富非但没有拒绝 还隐瞒了自己 已经结婚了的实情 两个人在发生关系之后 他又想甩掉杨丽这个包袱 甚至做出了不计后果的行为 这是一错再错 目前李财富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已经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都被检查机关批准了 感谢观看